洞庭湖畔登岳阳楼 砍江湖交汇气象万千 西门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无处东南撤 乾坤日夜浮 洞庭湖里乘船巡游 了解长江江屯的保护情况 看到了看到了有两头 在这个江中心的位置 走进麋鹿救治保护中心 与四不向麋鹿近距离接触 所有这个鹿口洞里面 它的脸最长的 但是因为它 其实在这个湿地环境 有的时候它需要 深造水下去 吃水底的水草 来到中国竹起之江 这里生产的竹起 远销世界各地 可以放水里面泡两天 拿出来它不变形 然后在很干燥的环境下 它也不变形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秀美洞庭 山水岳阳 正在播出 在中国的江河湖滨 坐落着许多历史优秀的古城 它们兼具美丽的自然风光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历史长河中 闪耀着多目的光芒 湖南省岳阳市 就是这样一座历史名城 它位于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洞庭湖之滨 提到岳阳 很多人会想到 著名的岳阳楼 它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 江西南昌的藤王阁 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更是让它名闻天下 岳阳楼被称为是 中国江南三大名楼 和藤王阁 还有这个黄后楼相比较起来 岳阳楼最大的特色是这 三个楼它们文化都很深厚 你像这个岳阳楼是岳阳楼记 黄后楼是最好 有一所诗在上面 藤王国有藤王国戏 但是从它的建筑美学 和它的横景美学上去看 岳阳楼是以景圣 因为有东东湖 横景很美 黄后楼是以形圣 藤王国的话的 是以知圣 就是它的建筑形之很美 但是岳阳楼 它的横景 以构成最美 岳阳楼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时期 那时的岳阳楼 只是东吴大都督 鲁肃训练水军的一个阅兵台 后来经过多次改建 到了清朝时 才有了现在的岳阳楼的样子 在岳阳楼记中 范仲淹这样描绘 他看到的洞庭湖景 咸远山吞长江 浩浩桑桑 横无济雅 招会细音 气象万千 如今岳阳楼内挂有多幅雕屏 让游览的人们 可以随时读到这些诗作 在岳阳楼的二楼 我们看到了一幅雕屏 上面所篆刻的 就是人们最为熟悉的 岳阳楼记 那这个雕屏上 是由谁来书写和篆刻的呢 在生态的时候 当时期有一幅雕屏 因为岳阳楼是一个木头 是寻木结构 被大火翼烧掉的 这幅雕屏是在清代的时候 张兆所书的 张兆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 其书写的这幅雕屏价值连城 在清朝末年 当地的一位知县 曾将其盗走 但因为意外 而沉入了洞庭湖的湖底 十几年后 当地渔民又意外地 将雕屏打捞了出来 岳阳有一个文人 叫做吴敏树先生 他做的这是岳阳楼记的 一个雕屏 很挑不起 很有文物价值 但自己看到 这个罗子审败 这个罗子是他补上去的 这个女国两个字也是审败的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修补的一个痕迹 这是他临摹 把它停上去的 补上去的 后来到了1932年民国时期 这个岳阳楼大修的时候 他就把这幅标评 纷笔归照 就放在岳阳楼上 岳阳地处洞庭湖 与长江交汇处 是一个连接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 早在宋朝之前 很多文人木客都来过这里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 就曾写过一首 名为登岳阳楼的诗 1964年 毛泽东主席到岳阳视察时 还亲笔写下了杜甫的登岳阳楼 1983年维修岳阳楼时 当地人将其制成雕瓶 挂在岳阳楼的三楼上 那像登岳阳楼 大家也同样是非常熟悉了 尤其是前四句 西文洞瓶水 金上岳阳楼 乌楚东南彻 乾坤日夜福 那像岳阳楼吸引了这么多的 文人木客来到这里 那它现在能够体现出来 哪些文化的价值 那么岳阳楼的文化 我们把它总结归纳起来 就是三桌高峰 第一桌高峰是当时 当时就是以 豆腐的这种对岳阳楼 从孟浩元代 望东丁城的长城下 画在岳阳楼的左边和右边 在圣诞的时候 而是以发的严谣楼器 因为岳阳楼 即使以先天下之游 和天下之游 这种游楼观 文明是成为千古结彩 但是文化是远远流长的 并不是那么就以后 没有文化了吗 在清代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楼和俄楼 包括我们三楼 所建造的对方 基本上都是清代 如今的岳阳楼 已经成为当地 最著名的经典之一 人们在这里可以了解 岳阳厚重的历史文化 同时也能欣赏洞庭湖的美景 您觉得一天不同的时间段 一年不同的季节 洞庭湖所呈现的景色 有什么区别 它的早晚的时候 都完全不一样 它早上在湖面上 这个武器针头 这样的烟不豪苗的一种感觉 到了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晴天 它在落霞的时候特别美 叫做东顶日落 成为东顶古的一节 整一年四季的角度去看的话 到了军天我们看到 大部分的冬天的武学 还是很平静 到了夏天的时候 江雪坏油 到了秋天就是八年湖雪平 孟浩园最初之间的开发了 像波平于尽 到了冬天的时候 它就是基本上也是很平静 李白也曾登上岳阳楼 俯瞰洞庭湖 他写道 楼关岳阳近 川炯洞庭开 广阔无影的洞庭湖 与远处的长江相连 今天的我们 仿佛与千年前的诗人 握手相会 面对这自然山水 心中感慨万千 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也是中国水量最大的 通江湖泊 目前有着一百多头江豚 在冬天湖西西 是仅次于浦阳湖的 第二大江豚种群分布水域 我们来到冬天湖 与长江的交汇处 当地人把这里叫做三江口 像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冬天湖与长江的交汇处了 实际上也是湘江 汇入长江的一个位置 那当地人为什么会把这里 叫做三江口 它这个是三个江段的水 就是汇聚在这里 这边的话就是湘江 从上游流下来的 对 从上游流下来 动里往那边过来 入长江就是湘江 然后这个江段就是金江 长江的金江江段 对对 金江江段 这边就是阳子江 阳子江段 就是长江的金江江段 再往下游走就叫做阳子江了 对对对 三江口的江湖交汇处 精卫分明 长江因为上游下雨 江水泥沙较多 而洞庭湖虽然有 湘江 滋江 原江 以及泥水等很多河流注入 但河水经过宽阔的湖雨沉积后 显得清澈许多 洞庭湖号称800里洞庭 水域面积曾达到6000平方公里 虽然现在湖面有所缩小 但仍然具有强大的蓄洪能力 一直以来 洞庭湖都是长江流域重要的 条序湖泊 曾经将长江无数次的 洪幻化解为夷 使下游的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 得以安全度过巡旗 从三江口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行船大约七八公里左右 我们来到华龙码头附近的水域 这里是一个回水湾 鱼虾丰富 是长江江屯经常活动的水域 看到了 看到了有两头 在这个江中心的位置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头江屯 是沿着长江 是逆流而上 有三头 那这三头是一个家庭吗 应该是的 爸爸和妈妈带着孩子 对 长江江屯潜入水中后 每三到五分钟就要浮出水面换气 但每次出水的时间只有0.6秒左右 要用摄像机捕捉到他们的身影并不容易 那像您最多的一次看到有多少头江屯 我们最多看到的20多头 同时出现在这个江面上 对 很难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那很少 那很热闹的 它跟同不死 它就是几个家庭在一起 在一个学域捕捉的干鱼 干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捕食 所以说这个江屯它是很聪明的 有这个团队协作的意识 有的 相当于两到三岁小孩的这个资历 两三岁的小孩 那就已经是很聪明了 对于动物来说 据统计 2022年 长江江屯种群数量 为1249头 其中 洞庭湖江屯数量 约162头 江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目前全世界仅存1000多只 随着洞庭湖生态环境的改善 江屯的种群数量不断恢复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有一个实验区 采桑湖湖湿地 原来这里是一片渔场 近年来 人们将其恢复成湿地 成为候鸟觅食 栖息的重要场所 那个就是水质 水质啊 在下喉鸟里 就是最漂亮的一种鸟 是飞到这边的这一只吗 不是那只 应该还在那边 在正中间的位置 我能见一下您的望远镜看一眼 这它的中心位置 正中心的位置 就站在那儿 对 然后它的腹部是白色的 是那一只吗 对 它的颈部侧面是金黄色的 因为我们的距离有一点远 所以说这些具体的细节 还是看不清楚 感觉它的这个尾部是很长的 尾巴很长 水质是横行母 水质科地种中小型鸟类 清晰于富有停水植物 和漂浮植物的淡水湖泊 池塘和沼泽地带 它们主要以昆虫 虾和软体洞为食 水质因为有细长的脚爪 能轻步行走于水帘 和花等浮叶植物上 而且体态优美 雨色艳丽 因此有林波仙子的美成 那像这个水质 是比较珍贵的一种鸟类吗 相对来说它数量就是比较少 像我们这一代的话 这是三万亩的水域 这个水质的数量应该不到一百只 只有不到一百只啊 三万亩的水域 所以刚才我们能看到 一只水质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对 算是比较幸运的 水质和很多夏候鸟一样 春季的时候从南方牵到北方繁殖 等到秋季九月末至十月上旬左右 用鸟长大后便会千里繁殖地 回到南方地区 那个比我们远处的那块比较干净的水域 那有四只 四只什么 古顶鸡 古顶鸡 对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额头是白色的 这应该是一家 但现在古顶鸡它的雏鸟已经出来了 是黑色的 整个身体是黑色的 对 但是额头是白色的 额头是白色的 对 我们有时候也叫它白古顶 古顶鸡属于赫星木央鸡克的鸟类 白色的额头和嘴是其最主要的特点 此外 古顶鸡的脚部有半鸵 是一种非常善于游泳的鸟类 它们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 也吃昆虫 蠕虫 以及软体动物 洞庭湖的古顶鸡也属于夏候鸟 冬季会先往南方跃动 怎么能够看出来它们是一个家庭 据统计在东东亭湖及周边区域的夏候鸟的种类 已经超过100种 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东方白管 以及小牙圈 白围药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采仓湖湖湿底是夏候鸟的主要栖息场所 东东天湖保护区最大的观测点也设在这里 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监控设备 可以监测到鸟类的活动 以及是否有人为干扰鸟类生活的情况发生 此外工作人员也会外出巡逻 每月至少三次 那这些年对于保护鸟类的一个生态环境 都做了哪些工作 采取了哪些措施 你比如说这个大环境方面 就是切断污染源增加它的水质 也就增加了鸟类的生静 提高它的质量 提供它丰富的食物 比如说还有种植放流 退根还胡 都给鸟类腾出了空间 就是把一些人为的干扰的因素剔除掉 通过相关部门的整治 东东厅湖保护区湿地的生态环境 明显得到改善 除了鸟类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外 很多珍稀的原生植物也得以重新生长 江河湖海不仅关系着动植物的命运 更关系着我们的未来 走进麋鹿鸟类救治避囊中心 与四不像麋鹿近距离接触 所有这个鹿泊洞里面它的脸是最长的 但是因为它栖息在这个湿地环境 有的时候它需要伸到水下去吃水底的水草 国家一级保护洞一路 它们的脚有何独特之处 其他路的路脚是这个比较发达 而这个就很小了 有的甚至就没有了 但没有的路脚是两只 前只和后只都一样发达的 都是一样发达 《远放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剪秀 看中国 秀美洞庭 山水月阳 正在播出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湖南省最早成立的 湿地类型保护区 以越冬鸟类 麋鹿等 为代表的野生动物资源 集体栖息地 和东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 为保护对象 我们现在一走过来 这边看到了有一头麋鹿 就向我们靠近了 其实之前就知道 这个麋鹿叫四不像 就近距离接触来观察了之后 果然是这样 它的这个头很像是 像马一样的 虽然说它没有这个鹿角 母鹿是没有鹿角的 看不到鹿角 而且尾巴是比较长一点 像这个驴的尾巴一样 麋鹿因为头脸像马 颈部像骆驼 尾巴像驴而脚像鹿 得名四不像 所有这个麋鹿动物里面 它的脸最长的 但是因为它栖息的环境 它栖息的就是湿地环境 有的时候它需要 伸到水下去吃水底的水草 所以在进化的过程中 就选择了它的这个脸 一个演变的过程 对 那其他的几个部分呢 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尾巴 尾巴应该是驱赶蚊蚊用的 长一点 因为在这个湿地当中 蚊蚊会蚊破 蚊蚊比较多 另外就是它的皮子 我们看到它皮子非常宽大 像牛蹄 对 像牛 像我们当地的水牛 这个是为了在这个湿地里走的时候 不容易陷下去 蚊蚊是世界珍稀动物 属于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眼前的这头蚊蚊已经七岁 是保护区救助的第一头蚊蚊 工作人员给其取名点点 叫点点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个小麋鹿生下来 它身上有像梅花鹿一样的斑点 所以当时就跟它起了个名字 在点点 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是在3月初期 它的母亲生下来它以后 因为那个蚊仔的地点 离这个人类的活动的地方很近 所以在受到干扰以后 它的母亲就抛弃了它 然后我们人就把它救了回来 那救助过来之后呢 救助回来以后 因为它不能吃草嘛 完全用人工来喂养 喂养到差不多有一岁 只管奶粉钱就花了 大概三万多块钱 点点从小游人喂养 并不怕生 而且已经把工作人员 当做家人 只要听见有人叫点点 它就会主动靠近围栏 其实和人是很亲近的 我们把手搭在这个护栏上 它会过来伸出舌头来舔 点点 怎么不理我呀 它的这个舌头很暖和 在舔什么呢 我觉得像这个点点主动靠近我们 主要是因为和您二位比较熟了 是这样吗 我们这个就是说 照顾它的工作人员 几乎都被它扑倒过 或者是伤过 这个的话是因为 从小养成这种习惯 像它小时候的话 它就喜欢跟人一起玩 把这个前提抬起来 扑到人身上 那时候我觉得很可爱 它大了以后 它菜扑过来 就把我们扑倒了 点点从小就被遗弃 是在工作人员的照料下长大 已经不适合再放归野外 几年前 工作人员又救助理智成年的雄性迷路 为已经成年的点点 找到了合适的配偶 截至拍摄时 点点已经先后缠下 两头健康的小鹿 在远处我们看到了 一只小鹿 这是它的孩子 这是它的第二胎 第二胎了 也是一头母鹿 也是一头母鹿 感觉这个小鹿就不像它妈妈一样 对 就不会主动来靠近我们 那像这个小鹿长大了之后 还会把它放归到野生的环境当中吗 会的 现在你看到这个小鹿是不过来的 说明它对人还是有一种警戒的心理 它的第一胎 在那个大胃篮里 它完全就是见了人以后也会跑 因为它们是它妈妈带大的 不是人工喂养它的 所以它的警戒性就是遗传的 就是还是比较有野性的 比较有野性的 拍摄时在这里 包括点点在内共有石头米鹿 既有小鹿也有成年的熊鹿 救治避难中心分为两个部分 点点所在的区域约有20亩 而经过救治康复的米鹿 在放归野外之前 会放到另外一个面积约为130亩的大围栏里 将米鹿放在大围栏内 是为了让它们适应野外的生活 所以这里的环境与米鹿的栖息地一样 有草地 河流 以及芦苇地 像在我的身旁 现在可以看到非常茂盛的芦苇 还有一些其他的植物 那说明它的这个食物是非常充足的吧 对 食物非常充足 我们这边米鹿只有在冬季 在微烂粒的米鹿才需要人工去 一定量的食物 投食 对 投食 外围的完全就不用管 那它一般是以什么样的这些植物会为食 一般是以底气性能像这种 这种你看 它尖尖比较嫩 就寒水量大一些 喜欢吃寒水量比较大的 寒水量大一些 对 因为它的牙口不是很好 像这种的话老了 它的寒水量低 那就不再吃了 米鹿喜欢寒水量高的食物 所以栖息地一般都在湿地中 那里的食物更加丰富 大微栏的面积共有130多亩 而且植被茂盛 要找到米鹿并不容易 我们穿过几处卢尾松后 来到大微栏内的水源地 在一处水塘里 我们发现了几头米鹿的踪迹 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前面的那个水塘边上 还有大的宫的 宫的也有 一共是六只 七头吧 七头啊 四头亩米鹿 因为天气炎热 米鹿正泡在水塘里给身体降温 为了不惊讶它们 我们只能远远地观察 像在这边看呢 公鹿啊 它的这个体型要比母鹿 稍微大一些 而最醒目最吸引人的 就是它的这个角 很高很长 而且会有很多的分叉 那它这个角和其他鹿的品种来说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个米鹿的鹿角的话 和其他鹿都不一样 米鹿的鹿角 它的前肢和后肢一样的发达 其他的鹿的鹿角 前肢都退化了 这米鹿的鹿角啊 一般它是可以倒着放的 就是倒着直接放在地上 它不会倒 其他的鹿角放在地上都会倒 为了让我们对米鹿的鹿角 有直观的了解 宋老师给我们拿来了工作人员 之前捡到了两个鹿角 这个米鹿应该是这样长的 这是它的前肢 这是它的后肢 然后它的头是冲着我的这个方向 对 其他鹿的鹿角 像这个就是一个左角 这个是一个左角 其他鹿的鹿角是这个比较发达 而这个就很小了 有的甚至就没有了 但米鹿的鹿角是两只 前肢和后肢都一样发达的 都是一样发达 而且如果这一只长成 这一只长成的话 那就是三足鼎立 就直接放在地上它都不会倒 因为这边再长出来 它就不会倒 其他的鹿都放不下去的 一放它就会掉 据宋老师介绍 一岁的公米鹿就开始长角 每年会分一个叉 所以根据米鹿角的分叉多少 可以判断它们的年龄 和其他鹿一样 米鹿的角每年都要脱落一次 然后会继续生长 它脱落鹿角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米鹿脱落鹿角 其实是它的内环境决定的 它每年到那个季节都会脱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鹿角的磨损 看到没有 已经断掉了 对 已经断掉了 因为鹿角对于熊鹿来说 它是一个武器 是它的争斗配合的武器 也是它自己身份的一个象征 另外就是也是比如说 在夏天挑一些泥草 对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那么经常使用的话 必定有一些磨损 像这个角 是吧 它就已经磨损掉了 那可能如果这个鹿角不脱落 这块也就掉掉 第二年可能会掉掉 那么第三年可能这块掉掉 那么这个鹿角在它头上就没有用了 它不能作为武器用了 所以说它每年都会替换新的角 我们看到的这些蜜鹿 在大围栏内经过野化训练到一定程度后 工作人员会找到合适的时机 将其放回野外 那你们在放归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需要找到它蜜鹿的一个种群 把它们放在种群活动的一个范围内 我们是为了野放的蜜鹿 让它能够找到大群以后融合进去 那之前呢 有放归过多少头 应该有20多头放归了 后来放归的我们都给它带了GPS 我们实时监控它到底是跑到了哪 那这些蜜鹿放归到野生的环境当中去适应吗 适应 我们是3月3号 16年的3月3号放的 大概在17年到2月份 它就已经找到了大群 所以说麋鹿的话 它的野放要比一些肉食性的动物要简单 它适应性比较强一些 首先因为它这个肉食性动物的话 它的骨食技巧 很多的骨食技巧是需要它的清代去教的 它要学的 但是麋鹿的话 草食性的东西 草这个东西随处都有 它只要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 遇到迪害我只要躲藏 只要逃跑 基本就可以生存 据宋老师介绍 东洞庭湖保护区最早发现麋鹿是在1998年 当时长江发大水 湖北十手麋鹿保护区的十几头麋鹿 横渡长江来到洞庭湖 东洞庭湖保护区到十手麋鹿保护区的直线距离 只有50多公里 自然环境非常相似 这里同样适合麋鹿生存 如今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东洞庭湖保护区的麋鹿种群数量 已经超过200头 近些年对于保护这个麋鹿的生态环境 都做了哪些措施 首先在保护麋鹿方面 我们就是加大对野生动物的宣传 让老百姓不去伤害它 因为现在麋鹿最大的困境 可能就是我们的直接的天鹿 另外就是一些间接的 不要破坏它的栖息环境 你比如说我们采取了一些退空环湿 退灵环湿 进一步地增加麋鹿的潜在的这个气息范围 另外就是在水质的提升方面 因为一到春季的话 往往是麋鹿就是容易不会这个传染病 也就是水里的这个细菌大量滋生 这个时候容易几些肠胃的疾病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改善水质 近些年来 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恢复湿地 取缔污染企业 杜绝污染源等整治措施 让洞庭湖及周边的生态环境 有了明显改善 良好的生态环境 有益于人的生存 也为麋鹿 长江江豚 以及鸟类等珍稀动物 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家园 来到中国竹企之乡 这里生产的竹企远消世界各地 飞方水里面泡两天 拿出来它不变形 然后在很干燥的环境上 它也不变形 两万多亩南竹林 绿色生态 促进偏远山村的经济发展 我们这里以前都是那个平房 现在几乎没有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建秀看中国》 秀美洞庭 山水岳阳 正在播出 临湘市是岳阳下下的一个县级市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 北部与湖北省接壤 因位于湘江与长江汇合处而得名 有湘北门户之称 临湘市杨楼斯镇盛产竹字 被誉为中国竹企之乡 当地生产的竹企产品远消全国各地 近些年刻有古诗词的竹简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像这个激光打印机 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是不是和我们平常使用的 这个纸张的打印机是一样的 差不多是这样的 就是电脑排好版以后 然后就输入到 输入到这些机器里面用USB 然后就雕刻出来 逐渐上打印的大部分 是与国学相关的内容 这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产品 市场需求量非常大 总是供不应求 其实看这个激光打印机 打印出来的这个字 还有上面的图案 确实很精致的 而且雕刻进去的这个 也挺深的 对 这都属于是金雕细琢的 金雕细琢 对 据陈荣荣介绍 只要排版做好后 机器可以自动完成打印工作 竹简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 但打印一套竹简 至少需要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此外竹片的制作 也有一系列繁复的工序 离开打印车间 陈荣荣带我们来到 加工竹片的地方 这个男竹啊 它的这个竹筒 确实是非常宽的 像这个长了有几年的 这个都是三年以上的竹子 三年以上 对 三年以下的竹子 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 用了那个竹片 它会冲一下就会坏掉的 它的硬度还是不够的 对 除了硬度和韧性 竹子的厚度也有要求 厚度的话 一般我们要个三四毫米 三四五毫米就够了 三四毫米 就有一厘米多了 对 有一厘米多了 用的是外侧还是内侧 用外侧的 为什么要用外侧 因为外侧它抛出来以后 它是有光面的 就是抛光之后 还要保留它的这个竹皮 杨楼丝镇的竹母加工企业 有数百家 产品涵盖竹家居 竹建材 竹工艺品等 六个大系列 四百八十余种 近些年随着产品种类更加丰富 产品的科技含量 也在不断提高 什么部位是用的竹炭板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整个的外壳部分 钢琴烤漆部分 都是用竹炭板来完成的 现在的话 都是用传统烤漆 把它覆盖住了 直观了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决定一架钢琴质量的元素很多 银板的材料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钢琴的银板 主要是实木单板和复合多层板 相对而言 实木材料的传银效果 银质保持性能 都要优于复合材料 但复合材料的抗张力 抗温湿度的性能 则要更好一些 这架竹炭板材的钢琴 刚组装好 还需要经过七次的调音 和试音工序后 才算制作完成 从刚才调音到您演奏 您觉得这个竹钢琴 和普通我们常见的木钢琴 比较起来 它的这个音质 还有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声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现在材料方面 做了一些改进 它这个密度的分布会比较均匀 以前我们使用的这个外壳是采用密度板 密度板里面浇水含量比较多 然后它会对这个事情会有一些固惑 那未来呢 对于这个竹钢琴的研发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计划吗 咱们是先从这个外壳已经成功了 实验成功 各方面的伟音性 环保性能都很好 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键盘上面可以 琴键也是用这个竹子做唱 对 因为琴键的话 我们主要是一个手感跟一个稳定性 像咱们现在用的这种木头 它在一个北方很干燥的天气 它也会有变形 而现在我们用的这种竹炭板 它是这个变形性非常好 可以放水里面泡两天 拿出来它不变形 然后在很干燥的环境下 它也不变形 这是第一台竹炭板材钢琴 制作完成后 黄启明将其推介给相关的钢琴生产厂家 从而拓展竹炭板材使用的途径 竹炭板材是杨楼丝镇 目前科技含量很高的产品 它让我们看到了当地人 为深化产业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林乡市的龙教山盛展南竹 这里竹林成荫 自然环境非常优美 近些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 当地很多农民通过开农家乐致富 龙教山村的潘东祠是村里最早开农家乐的村民 像在这边走过来看到的这些木屋 还有竹廊 都是您家的 是的 规模有多大 规模有1000多个平方 1000多个平方 刚才刘老师给我介绍说 您家是开了一个农家乐 这哪是农家乐 就是一个度假村 平常生意怎么样 生意怎么样 生意还可以 当时怎么想到要在这开 在四家门前 自己家门前 四家门前 这个就是我老家 您老房子就在这 是的 因为自己家门前的自然环境很好 现在这边是有一条溪流的 是的 而且游客来到这边之后 还可以体验一下竹筏游泳 潘东祠的农家乐是从2015年开始经营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自然 了解窑族的相关文化 同时还可以品尝与竹子相关的山珍美食 跟随潘东祠 我们来到家里的后院 农家乐的厨师正在洗菜 我看您在这边是在摘什么呀 摘竹筍 竹筍 这个竹筍怎么感觉 像和我们平常吃到的比较起来 颜色要更深一点 这是干脂的 干脂的 因为这个季节没有新鲜的 对对对 这个季节没新鲜的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摘的呀 是5月份 也许下雨高温的话 就会长这个竹林里面 竹筍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 引花菌类 形状略似网状的干白蛇皮 有山珍之花 郡中皇后之称 春季采集后 通过晒干可以长期储存 像这个是什么 是竹耳吗 竹胎儿 竹胎儿 对对对 这个是那个竹筍蛋的外壳 硬苗的外壳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竹筍 它还没有发芽的时候 对对对 是包裹它这个根茎 外面是有一层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对对对对 这又是什么 也和竹子有关吗 这个也是的 这个燕窝 这个叫竹燕窝 竹燕窝 还有一个别名叫竹花 竹花 对 竹燕窝又叫竹花竹菌 是一种非常名贵的 真菌类食品 其形状像燕窝 营养价值也堪比燕窝 因此得名竹燕窝 山珍的炒制方法很多 厨师桂林昆这一次要做的是 爆炒酸辣味的竹胎儿 加一些豆瓣酱 炕香 大蒜子 炕些大蒜 已经闻到了这个香味了 小米椒和芹菜 对对对 最后再加入这个竹胎儿 放在里边 花椒油 加一点花椒油 调料配好后 就要开始不断地爆炒 爆炒竹胎儿 火一定要大 火力不够 无法炒出纤维来 爆炒的过程中 还要加一点盐 蚝油 以及醋等调料 炒到差不多的时候 把菜倒出来 沥掉多余的水 然后回锅再炒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再撒一把春花 像这一盘这个酸辣 炒竹胎儿就已经做好了 闻一下油香四溢的 是不是特别有食物 一会儿尝一下 竹孙和竹燕窝的做法也不复杂 竹孙与蘑菇还有土鸡 一起用于炖汤 而竹燕窝则跟鸡蛋一起炒 先炒鸡蛋再炒竹燕窝 炒制过程中添加一点小米椒 生抽以及葱花 等到炒熟后即可出锅 刚才把这个菜端过来的时候 真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尝一下 先尝面前的吧 这个是竹胎儿 这是竹胎儿 味道怎么用 很好吃 很好吃 因为是这种像湖南香菜 这种酸辣的炒法 酸辣的口感 其实吃起来 这个竹胎儿真的不像是素菜 像是在吃荤菜 它的口感有点像在吃海蛇 或者是和这个牛肚有点像 是吗 刘老师 三道菜里竹眼窝最为难找 营养价值也最高 它的味道让人期待 其实吃起来是有一点酸的 闷闷的感觉 好像和这个银耳是比较像一点 有一点的像 而且就是口感比银耳吃起来 更加细腻一点 然后和这个竹胎儿比较起来 就是嚼劲相对来说要弱一点了 可能也是和这个炒法有关系 竹孙与蘑菇 土鸡一起炖 是当地最家常例种做法 不过品尝之后 竹孙的味道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我觉得这个竹孙的味道 更特别一点 它会有一种特殊的一个香味在里面 是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 土鸡相对于这个竹孙来说 已经是逊色了 竹孙会更好吃一点 而且这个竹孙的口感呢 嚼起来是很脆的那种 是的 竹孙鸡汤香味浓郁 滋味鲜美 不符草八珍之名 美味的竹山珍 已经称为农家乐利的特色菜 不过我们了解到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 龙角山并没有通公路 村里所有的竹资源 只能通过水运方式运到山脉 直到1987年 村里才有了通往山脉的公路 那时候潘东寺开始在村里跑运输 负责把村里的男主运到镇子上 之前您跑运输是什么路 阿姨应该是那个沙士的路 跑起来好多飞城的 从村子里到镇上要多长时间 来回一天 来回一天 来回要一天 来回一天 其实没有多远 没有多远 只有几十公里 只有二十几公里的路 二十几公里的路 但是路上都是这么深的坑 一摇一摇一摇 然后还拖的货 开得很慢 一拖的货 有忙有时间还来开 货的满挡一挡 2000年 村里的公路经过硬化后 如今货车开到镇里 最多只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更加安全 同时村里的资源 也得到了最大换的利用 那您觉得这几十年来 村子里人们的一个生活条件 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繁年铺 怎么提前出来 繁年铺里就变化了 我们这里以前 这个楼房 看不到 都是那个平房 土砖房 土坯房 土坯房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全部盖在楼房 这个都是要钱的 钱从哪来呢 钱从几个方面呢 一个是在外面做 主要是靠外面打工 再就是家里 这个组织 这个资源有一定的收益 我们这个山上的东西 不比现在外面的农田 外面的农田要肩 要收割 要农 要发肥 我们这个山上的组织 你在外面打工 它在这里 自然生长 自然生长 不需要人来照顾 你过了过好久 一年你来搞一次 山上都有收益的 就是多一份收入 我们这个山上都是六十银行 我们当然都是神的钱 充分利用家乡的资源 龙角山村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过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 潘东子在2015年 利用炮运输证的积蓄 开启了龙角山村的第一家农家乐 为当地经济 寻找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 这个东西是市长经济 以市长而生 到我们这里来 游山玩水的 到这里来以后 没有地方住 没有地方吃 像潘大哥就看到了这个 他那个头脑就发他 他就先烤起来了 带着群众资户 这家的人 这个物厂的人 都是在这里就业 您这里现在有多少工人 现在有十多个 十多个 都是村子里的村民 都是我们家里 家里这个物厂里面的 上下左右的 从2015年至今 经过多年的发展 来到龙角山村旅游的人 成倍增加 村里的农家乐 也越来越多 除了出手山里的土特产 村民们又多了一条 增收之路 作为村里发展旅游的 带头人 盘东斯计划吸收村民入骨 充分利用家乡的环境资源 共同创造更好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增计不吝ifier 窃其中的